中共八七会议后决定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连续发动起义、暴动、攻占南昌、长沙、广州等大城市的企图失败后 转入农村地区发展 1931年11月7日 在江西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朱德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二人被合称为猪毛 毛泽东曾经打趣的说 猪毛猪毛 没有猪哪有毛 苏维埃共和国在辖区内实行打土豪分田地 用收缴的福财来扩张苏区和红军 位途以农村包围城市 最终夺取城市 逐渐成为民国政府的心头大患 当秦华日军在华北安定下来以后 蒋介石即调集百万大军围剿苏区 1934年4月 国军向广昌进攻 红军伤亡5500余人后 撤出广昌 彭德怀直斥理德 指挥无放 是宰卖掖田心不痛 红军开始计划战略转移 10月7日 中阁军委下令 红军主力撤出阵地 集结 17日 中共中央中阁军委 率领8.6万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留下红24师和游击队 共1.6万人牵制国军 11月底 中央苏区全境落入敌手 李德制定的计划 是撤到湘西与红2六军团会合 部队出发前 潘汉年何长公已与广东军阀 陈济堂达成秘密协议 红军不进广东 而陈也不阻挽红军 这样红军得以携带平平冠冠 以较小的代价 连破三道封锁线 占领湖南一张 红军趁蒋贵矛盾 贵军撤离湘江防线之机 林彪率红一军团抢占湘江上游 渡口借手 彭德怀的三军团 也在渡口两侧 构筑防御攻势 准备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渡河 可惜大队舍不得丢下资重 行动迟缓 被蒋介石急调来的湘军在前 尾随而至的中央军在后 前后夹击 最后用了五天才渡过湘江 不仅人员损失过半 三军团十八团和五军团三十四师 断后被围歼 八军团所剩无几 翻号被撤销 而且把资重也丢了个精光 中共中央在湖南道通会议上决定 放弃去湘西的计划 转而开发湘前边区 1935年1月 红军跨吴江占尊义 在这里休整时开会 曾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由周恩来 王家祥和毛泽东三人 组成军事指挥小组 会议决定开创 川西北苏区 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之后 红军四度赤水 二战尊义 再过湖江 逼临贵阳逼昆明 经过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作战行军之后 矛头一转 又向北 巧渡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 飞多鹿定条 翻雪山 过草地 最后 会师无起镇 会师会宁城 谱写出了一部 艰苦卓绝 感天动地的壮阔史诗 这样一支没有后勤补给的部队 在长途行军打仗中 是如何解决物资和兵员的补充的呢 综合长征侵略者的回顾 开始时 是用从苏区带来的银钱购买食物 武器弹药靠缴货 土城战役以后 部队的储蓄已用尽 1935年2月4日 在石箱子过年时 就是靠没收当地 鹏姓、舟姓、大户人家的粮食、财务和年货 当时将部分财务分给穷人 并从中招募兵员 扎西会议后 部队缩编为17个团 各团设立没收福财委员会 营物上打土豪 没收财产 所获部分上缴 所获部分上缴 部分自用 部分用于祭贫并招兵 就是这样 才走完了25000里长征 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收看